最近回北京怎么样 感觉 忙 你看本来现在就应该走了 但是我不是说我妈要看一个养老院 然后又要看病 然后还要我这边还有一些体检 但是由于北京太热了 这几天都是40度高温 没法带我妈出去 自己也怕中暑 真是 那天受不了 所以整个行程计划就耽搁了 要不然我就待半个月左右就走了 养老院还没看呢 你这工作怎么样 工作还干着呢 原来社区还是街道怎么样了 现在还得继续考 现在公司反正也是不好做 现在也是勉强存生 不敢辞职吧 是啊 辞职了再找也不好找 骑了一找马 咱们这年龄到35到40多到50之间 都不好找工作 对 你之前节目里不是说过一回 说觉得好找工作的 你把你的简历的年龄改成35去试试去 是吧 你说过这话吧 对 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岁数改成了35岁以上 后来就没有人找他 再找工作了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上海那边 现在的提高社保的基数了 这个对我们很多在职的人也影响很大 为什么呀 一个是公司的负担就增加了 因为公司得给你交一部分 交那大头的社保 还有就是如果你一旦辞职了的话 那么你自己就得交社保了 那基数提高的话 你交的钱就多了 你本来就没工作 你还得多交钱 对 现在都已经一个人要交 如果你要没有工作的话 一个人要交易2000 2200是最低的 北京是2200 对 你看前几年我只要交1000多就可以 那前几年前还没现在怎么毛呢 对 我感觉北京人其实有的 活的也挺辛苦的 最近我的一个老街坊 他们家遇到了一个晴天霹雳 受到了一次打击 怎么回事呢 这个老街坊就是跟我们家挨着 一个单元的 是过去的我父母的一个同事 他也是70多岁了 后来就心脏病去世了 上个月去世的 现在呢 就老伴还有呢 他有一儿子和儿媳 然后呢 还有就是儿子呢 现在有两孩子 生了两孩子 但是说他去世了的话 给他们家打击最严重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家里唯一工作的 现在只有他儿子在工作 而媳妇呢 是在家做全职保姆 就相当于得照顾自己家里边的 两个孩子的学习工作 对 对 他老头如果健在的话 他们家里有两份收入 一个是这老头的退休金 他们退休金不低了 现在也小一万块钱 还有呢 那是干部 不是干部工人 不是干部 你要是工人也就六千千 工零多 能是 然后呢 就是还剩下他儿子在工作嘛 他儿子也在工作 但是呢好像是公交口的 不是司机啊 挣的钱也就五千左右 那司机能上万反正是 但是司机也累 对 这个老头去世了以后呢 家里就剩一个人的工资了 人是现在就是说 少年老小小 生活非常拮据 然后说现在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五千块钱养着一二三四五个人 可能他老伴也有点工资 但是他老伴的收入比较的低 就这样 所以说现在你在北京你养俩孩子 你看他哪敢租得起的房子呀 一共是几口人六口人都住在一个两 就是两居室里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住的 五口人吧 他爸不是没了吗 对 就是没之前不是一共有六口人吗 挤在一个两居室里边也挺不容易的吧 是 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种结婚在家住的这种无奈的 这种事其实挺多的 是吧 并不是说每个北京人都有独立的房 首先他媳妇得出来上班了 然后他这男的还得在工作之余 还得再做一些兼职 对 这日子 一下子就紧张了很多 对 时代的伊丽莎落到每个人头上 都是一座山 对不对 嗯 还有第二个事呢 是最近我看了一个北京人拍的视频 是他是就是采访各种不同类型的北京人 其中采访了一个北京人特别的震撼人 是一个45岁左右的北京人 就是跟我差不多同龄吧 比较大多了 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他们家住在哪儿 住在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是一个全地下 采访就跟随他进他的家里边 就一进家以后 如果不开灯的话 就完全漆黑的一片状态 每天睁眼都不知道几点 伸手不见五指 真的是这样 但是呢 这还不是最差的一个状态 还有呢 就是他整个的那个房间里边 都是发霉的 然后都是固满了各种管道 多吵 然后还有一个镜头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管道上面有一个好像是走下水 走粪便的 然后经常会漏粪便 他就用什么布给缠上了 看到他那堵墙 已经有很多的粪便的痕迹了 我就觉得他怎么住的环境这么差 还是北京人 挺无奈的 对北京人他也不是为了诉苦 他就是想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的生活状态 他是一北京人 他怎么地下室的房子呢 他这个房子是历史遗留问题 怎么回事 他讲了就是说在30多年前 是他的父亲他们单位的一个周转房 就是临时给他安排到这儿 先让他住 等那边可能某一个地方盖好了以后 再周转过去 但是他把那个单位的厂长突然就去世了 然后去世了以后 就没人管这个事了 就等于搁置下来了 然后就一直住在周转房里边了 然后一住就住了30多年 后来他也向有关的其他的部门去反映 但是你知道再反映的话 可能别的地方都会踢皮球 不太管 然后现在你再去向有相关的部门 去反映这个事解决这个事 没人能敢给你接这个东西了 因为现在这个房子的问题非常的难解决 尤其是像这种历史遗留问题 像北京有好多什么老的工房 过去曾经是单位的 或者是那种植租的都很难解决 现在不可能给你再重新划分产权 是吧 闹了 就是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就是说 那种历史遗留的房子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央产房 房改房 小产权房 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就都放在那 你住可以 但是住的环境条件肯定随着年头的增长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怎么样不好 就是现在你看人家各个地方人都盖的那种新的商品房 南北通透又大 是吧 有的人换的别墅住 但是对于这些历史遗留的房子 没有人去为他们解决 也没法解决 谁让现在这个房价这么畸形 你说谁敢担这个责任去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你说你比如说像有的单位的房子划分产权 你说你给他了 最后人家又出来一个别人的亲戚来闹来了 你说这个问题到时候怎么解决怎么处理 没人敢担这个责任 只能当事人自己去想办法了 这事对吧 现在就是无解 所以说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北京人很高贵 一说就是你看你们高贵的北京人 有车有房 是你们什么天龙人什么的 我觉得你们只是把北京人这个东西给抽象化了 是吧 实际上北京是由每一个老百姓个体组成的 还是应该看具体的个人 你是一个杭州普通的老百姓 你跟马云一平均 那么你可能薪水一下就上去了 是不是 北京也是 北京有很多的富商 有很多的高官 他们有钱 他们等于是跟你这普通的平头老百姓 一平均的话 显得你们北京人个个好像都住豪宅 都有钱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的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北京人难 但是相对咱俩来说 其实咱俩应该就是偷着乐 为什么呀 咱俩还算是北京人那边中等 是吧 有住的地方不用收房子 对 然后没有活得那么憋屈 是吧 像你这个条件 你最近没有找 脱单了没有 还没呢 怎么没脱单 天天上班 这都是两点一线的 也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精力时间的去 就干这事吧 像最近天也热 你知道就是没遇到合适的呗 是不是 其实这话合适 其实这东西 你说你心目当中是对另一半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 其实就是两个人互相的扶持 两个人互相扶持 然后彼此有对方 能吸引对方的点 我觉得这就够了 别的条件没有 别的条件 比如说外貌 身高 或者年龄 这东西其实就是互相 就还是我说的 你能不能 就互相有对方吸引的点吗 比如他长得可能没吸引你 你能财华吸引你了 这不是也是一点吗 好吧 对 我觉得没那太大太多的要求吧 比如说什么家里是哪的 是不是北京的 或者什么的 身高什么的 我只要别太胖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吧 不喜欢胖一点的女人 对 因为我本身比较爱运动一些 然后对 可能自己本身就不胖 所以可能还是喜欢瘦人 还是随缘还是挺重要的 对 像你个人来讲 不是也是随缘 才碰到你的合适的对象 然后在一起这么多年 相互扶持 相互有符合我说的那些点 互相的吸引 对吧 有一个互补 这很重要 甭管是咱们男男还是男女 是吧 甭管是这种 而你现在的条件就是 你的性别男爱好女 是吧 不能太胖 然后家住在北京 这就行 对 有没有合适的 我看看 北京的之前你不是也说过吗 这鞋子楼 还有房地产这方面 我们就是从业 就是房地产这方面从业的 今年也是周边的 不光我们公司 把周边的鞋子楼空置也很大 然后住宅也有价无市 是吧 那你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影响 没有过去挣得多了 对 就没有以前那么忙了根本就 然后公司他不盈利的话 肯定也会想办法给你扣钱 是吧 这些补贴就不给你了 还扣你钱呢 算吧 整体降薪吧 整体降薪了 你不是说工作时长也增加了 原来是双修 现在给你改成大小舟 哎呦 哎呀 又降薪又改大小舟 但是你现在也不敢辞职 是不是 对 不敢轻易裸辞 对对对 我今天37嘛 我要是27的时候 可能就就说辞就辞了 说辞就辞了 对 说走就走的旅行 说辞就辞的工作 是吧 现在不敢了 但是你也没什么压力 又没有什么房贷的压力 对 这确实是 你又有被动收入 但是你还不敢去裸辞 怎么说呢 人肯定希望多这么一点 你要是光收这房租的话 你自己又去上保险 然后你再去养个车 对吧 日常的开销 你买点东西吧 这种的话里里外外 这就大几千就出去了 对吧 你要是工作着呢 比如说你工资 哪怕就全花了 然后你的被动收入 你能都给它存下来 对吧 你没想做自媒体 自媒体 现在你入进场 自媒体 太晚了 对吧 你不也有油管的号吗 是 有油管的号跟没有一样 抖音油管的号都有 我现在做自媒体 就相当于我现在 跑去这个山东那个烧烤 叫什么来着 自媒 自媒烧烤 就相当于我现在 我7月份 我去自媒开烧烤店 一个道路 是吧 是有点为时已晚的感觉 对啊 现在人都转让了 你进去 入市了 人都退市了 您入市了 希望能够更早日换成的工作 对 那就谢谢 谢谢 我在网上网购嘛 然后看见一件这个衣服 是乔丹的 哎呦 然后呢 写着北京 我说这个要是 你要穿这个 哎呦 带地标的衣服 不行不行 太 这个我不要 你穿吧 这运动款的你穿 不是运动款的 就普通的大北星 来吧 是吗 就是一普通的北星 还乔丹的 我都没穿过这个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这上面不是带你的定位吗 北京吗 北京 北京小处 你不也北京呢 不舍得穿的 哎 没什么不舍得穿的